嗨,非常開心,我們今天拜訪無期北山歌社林董事長 那我們很開心來,趕快來分享一下林董事長養鴿子養多久 我是從2000年才開始養鴿子 你是什麼學校的分教? 目前我剛來的我的主力,我的主力歌系就是我們四三世 歌登,還有陌南世,陌南就是雅王 很老的歌系,再來就是詹森的小火箭 以這四個學童為主,下去做雜交參加比賽 我們這幾年的成績,這幾年的成績,我們只是說 過去你,有年我跟你講過,你說喔,空幾年要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要入場很簡單,但是這幾年來講就比較困難了 對對對,因為大家的水準做一直的提高 從你的成績可以看出來,你不是一般的 你在拍杯,綜合性,跟那種斑罵的那種 所以說,產季裡面你都有很接觸的表現 甚至我們說一下,這幾年金卡,這幾年算是拍杯嘛 對 一萬五千幾隻,你五關杯頭,剩幾隻? 五關杯頭的時候,會剩四十二隻 會剩四十二隻,你還有兩隻 是 一隻六隻,一隻二十八 這個可以說是壓倒性的勝利 剛才有六百幾卡圖 六百四十卡圖 六百四十卡圖 所以說,這個是很了得的比賽啦 在這種中部,我們空中還要背長 對 背,第五關是多少 第六關,我們這邊總共有六關賽 我們這裡都六關節 對 六關節,我們這裡第六關是多少 總共接近五百公里 五百公里,因為我們困難就是剛才跟林農事長討論過 越來越困難就是因為天氣形態的改變 還有曬治 那我們這一次的春季裡面 有冬天的天氣 也有夏天的天氣 所以說有季風,溫度比較高 對 也有逆風,還有高溫度 那你,我們這次背到這裡最困難的背多久 哦 我們這一家,金花鴨 是可以說我們中部春季來說是漏度最好的 所以說,尤其是第六關 第六關要接近五百公里 八點前久才快走 八點前,剪輝裡面八個小時才剪輝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非常困難的 因為它有順風 有逆風 有高溫 有低溫 通通有 也有側風 所以說 這一季,2022年的春季可以說是 北海賽季裡面最困難,最突出的 結出的 與狀不同 跟以往不一樣的一個賽季 一個賽季 配對你的看法是怎樣 春季要怎麼打 它還夠啊 春季還夠 對,春季的時候 可能在我們年底有 差不多在那九月十月就要配對 這是花啦 有的人可以放八個月 有的人放六個月 沒有一個花不一樣 對,北部 等到 紀錄比較低,它又出又更... 比較熟 比較熟 我們這裡是八月才可以打 對,我們這裡九月才會打 九月才會打 九月才會打 對,九月才會打 對,九月才會打 所以說 這一些歌系的應用上 你有非常獨特的心得 你這四大條 你覺得你應該 如果這春季要怎麼打 春季的時候 如果我各居 我都是宜姬 五龍 穿什麼狼狼 我們這四大條來互配 互配的時候 我們剛好有看到這幾條火照 所以說 可以說 我們做出 都有這個... 聖節 聖節 因為我也用 接軍二十年了 我每一台每一台來做出 因為這四大條 都非常融合 尤其是小山 尤其是高登 來盜上 這個配隊 然後再來 夾魚 小火箭的速度 這樣下去的時候 不管是我們 在在很困難的比賽 殘疾雨的 那就是比較高分速一隻 我們都得到 它的表現都非常得出 因為我剛才有捏我們 酒酒來 拼拼 我們那裡的膠 來看 我感覺都是比較 得光的身 管弦性的身材 是 都中型的 骨頭非常的頂道 這就是我們 北昌歌社裡面 非常獨特的一個特點 非常獨特的一個特點 今天感謝 北昌歌社的林總長 跟我們一起分享了這些這麼優秀的歌詞 感謝大家 謝謝社長 拜拜 謝謝社長 再見再見